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政權大轉換 這個來時啊 不是別人 這是曹爽的好朋友 尹大木 這尹大木呢 他就一拱手說 您的家人呢 都受到司馬懿的 好好的保護 你就到這個洛陽城吧 嗯 這曹爽啊 他沉吟了一會兒 大絲龍環犯立刻跳出來說 住口 尹大木 你以為我不知道司馬懿的詭計嗎 司馬懿他是想要把主公騙到洛陽城 接下來啊 等到時機成熟再殺了他 對不對 尹大木啊 表示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曹爽他就說 尹大木是跟我推薪致富的好朋友 他是不會騙我的 恐怕連尹大人都掉入陷阱中了啊 這環犯啊 一口咬定 司馬懿是要把曹爽 交給他就可以活命了啦 這環犯他就說 住口 大師將軍的硬性 就等於是 護身符一樣 只要你把軍隊給丟了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那個 你怎麼可以保證司馬懿不會殺了我們主公 說 曹爽啊 他伸出一隻手說 等一等吧 我考慮看看吧 再考慮搞不好良機就會消失啊 這個曹爽啊 他就對大師那種環犯說 這件事情 以後再說吧 說完之後啊 他就走到了營寨之中躺了一會兒 躺了一天之後啊 這大師龍環犯又來了 他就說 噢我的天啊 曹爽大將軍 你到底要不要到許都決一死戰 他就說啊 這個曹爽他就說 我的家人 一直都期盼著我回來 平安的回來 我不應該丟下他們啊 哎呀 哎呀呀呀呀 大師龍環犯啊 大大的叹了一口氣 他就說 沒有想到你爸爸曹爽 是這麼的英明神物 沒有想到 他這個兒子 比比豬還笨 大師龍環犯啊 立刻啊 就回到洛陽城去 一心求死 立刻呢 就被司馬懿給扣押了 這 曹真啊 不是 曹爽呢 他啊 不久之後啊 隨著尹大墓一起回去了 把大將軍的硬性交了出來 司馬懿他就說 曹爽大將軍 不 現在不是了 應該說曹爽大人 你呢 衛衛國做的什麼事情 我都知道 你可以回去 領退休金了 曹爽啊 他就帶著他的三個 他就帶著他的兩個弟弟 全部啊 回家去了 而這個 而這個 司馬懿啊 還把他安排在了一個叫做 甘埃寺的 別墅裡面啊 這個 司馬懿啊 就把這個 本來啊 曹爽的走狗們啊 全部都找過來 他就問他們說啊 你說 曹爽是為什麼要殺了我 跟誰一起要殺我呢 這個爪牙啊 被用刑 用的已經受不了了 後來這爪牙就說 他跟他的那一些親信們 呃 誰誰誰誰誰 那五個親信 全部都被招出來了 而曹爽和他的弟弟們 也在其中 司馬懿就平靜的說 還刺客去 把他們全部都殺了 這一天呢 曹爽他們 他們大米欠缺了 司馬懿還大方的送了兩包大米過去 結果呢 當天晚上 曹爽他們就被殺了 司馬懿啊 派了刺客殺了他們的那個時候 是新元248年 這一年呢 其他國家啊 都有了一點兒風起雲湧 蜀國這邊呢 很不幸啊 連續有 兩位 眾臣去世了 一位呢 就是中軍師 楊怡 這個楊怡啊 很討厭講碗 他啊 最恨講碗了 為什麼呢 啊我楊怡 隨著丞相 北發那麼久 啊然後 只拿到一個中軍師 啊你講碗 做什麼了啊 啊你就拿到丞相 啊上天怎麼這麼不公平啊 楊怡每一天就在酒館裡面喝酒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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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被費衣知道了 費衣就立刻告訴了 流產 流產很生氣啊 阿斗脾氣啊 很大 事態很嚴重 中軍師楊怡立刻就被貶值了 接下來啊 楊怡很生氣 接下來 扒出刀子自殺了 至於另外一位人是誰呢 請見下一位分享